二年前,刘慈欣对电影《流浪地球》进行了重写,引起了影迷们的强烈反响,觉得踏实最受欢迎的科幻电影,最终这部电影的票房收入也顺利突破46亿。 电影导演郭范一举成名,至5月14日,大刘还在他的一部作品《球状闪电》举行了一次交流会,并发表了作品的影视制作,即公开发布的宣传海报。 片中总监制由陈思成担任,现阶段传来迪丽热巴参演凌云的消息。 作为90后总流量小花旦,迪丽热巴在网络上的知名度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。 经常活跃在舞台上,也拍过很多影视剧,但多见奇幻古偶和都市爱情剧,从来没碰过战争题材的作品。 这次迪丽热巴要演科幻剧吗? 有的网友爆出,言而有幸地说迪丽热巴已经逐渐接触到刘慈欣的作品《球状闪电》,90花想要转型发展。 其实迪丽热巴想转型发展挺好的因为她之前演出的剧目,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局限性的。 角色类型比较类同会造成视觉疲劳,而女星的黄金石器本来就是短暂的,要有安不忘卫的心。 敢于挑战一些困难的人物角色,自然前提是台本要好一点,合作的精英团队要足够出色。 比如李一峰在近两年逐渐转型发展,34岁的她不再演纯洁的女孩,而仅仅是在挑战悬疑剧《谁是凶手》,在《幸福到万家》剧集中,她也尝试过扮演村妇,和过去的迎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。 《深信迪丽热霸》也是一位有思想的女艺人,希望通过更多的层次人物角色,影视剧来获得观众的认同。 从远处看,演艺界最缺的就是流量小声,但最需要的还是高质量的影视剧和表演进展的年轻演员。 曾几何时,冯小刚坦言,我们优秀的年轻演员不多,只是太少。 在接受采访时,王晶也无奈感慨,以下哪位30岁以下的知名演员的演技,值得称赞。 作为流量小声的迪丽热霸,本身也是有着不错的演技基础,如果在依靠自己的总流量优势,逐步选择一些好的台本,不断提高演技,尝试各种不同的屏幕角色,以整体实力证明自己,只无疑是一件好事。 日前传出他计划演科幻剧《球状闪电》,不少影迷表示希望,已有不少人十分担心,总监制陈思诚能力有限,纷纷献中严,切记上海堡垒的失败。 战士影诗剧本身就是一部难写的作品,因为第一的故事情节过关,第二就是动画特效的浮华道归为一流水平,第三知名演员的表演,也经得出反复推敲。 第四就是表现出来的内容,要符合科学论证和基本常识。 5月14号,《球状闪电》的定稿宣传海报首次曝光,现在还传迪丽热扒演女一号,已对此表示希望吗?不知陈思诚工作能力如何?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